国土计划即将上路 而为了延续原住民族传统关系 以及保障族人居住权 目前内政部原住民族委员会 在国土计划架构下 科政共同研商及订定 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规则 只要符合原住民族身份属原住民族土地 且存有105年5月1号前 供居住使用之既有建物三项要件 无论划设为合种国土功能分区 族人未来均可以依照管制规则 申请作为住宅使用 介于既有建筑物辅导合法相关主政资料的建制 内政部委托华林县政府办理 辖内原住民族部落环境基本调查作业 经县府原住民族行政处委托 郡超顾问有限公司 拼用13名调查人员 在县辖原住民族委员会核定的 183个部落范围进行建物的调查 包括建筑物现况以及门牌 存在旗子楼层陈述 以并建置在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指定的电子平台 作为未来建物合法作业的相关文件 以缩短行政审查的程序 原民族保留地管理科长 财富文表示这次调查作业规划三个梯次完成 第一个梯次调查的部落共计58处 所设计的巡政区域包括新城、花莲、吉安、丰滨、瑞瑟以及玉璃等六个乡镇市 共计完成3600、211栋建筑物考量调查成果攸关族人权益 幸福将陆续到各公所召开调查成果确认会议 邀请公所辖内、村里长以及部落事务组长等地方领袖一同协助确认调查成果 并提供网路平台提供民众反馈有关意见 进一步完善调查成果的完整性以及正确性 第一提示确认会议将在9月9号下午2点在吉安相公所二楼清明堂 9月10号上午10点在瑞瑞湘公所四楼会议室 下午在玉璃镇公所中正堂 9月18号下午2点在新城乡原住民多工能活动中心 9月19号上午10点在福尔滨湘公所三楼会议室 下午2点在花莲市公所三楼警报室 记得终于华士不道